我们姑且就把书寒 就把书寒当作志愿 可是如果有一天 他恢复了所有的记忆 他还能当你的志愿吗 到那时候 他会发现我骗了他 你骗了他 他的亲娘也骗了他 他会怎么想 他会觉得 他这一辈子 都生活在一个极度荒诞荒谬的谎言当中 如果真的是这样 你会愿意去承担这一切 去面对这个局面吗 你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听 不要 不要再说了 佳怡 佳怡 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 还有我说的那个秘密 是我埋藏在心里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的 佳怡 你别再错下去了 我真的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 重蹈反尘 一错再错呀 万一将来 书寒有个好歹 你会悔恨终生的 你跟昨天讲的那些话 我全都知道了 只要书还能回到他们母女俩身边 哪怕用我的命 拿去敌给秋香 我也认 我也心甘情愿呢 这是我最有应得 这是我最有应得 你知道吗 这是我最有应得 你知道吗 是我 我 高爷 您让我去的老弄堂 唐家老宅 顺伐钱庄 还有这家客栈 我都打听了 你一进去 那个谢家英 就和秋香去了北平 后来那个杨素云 也带着孩子去了北平 前些日子 弄堂里那个拉车的顺子 也陪着陈曼清去了北平 这么说 他们都在北平了 是 高爷 你打算怎么做 我不方便出去 张大东 你帮我弄一张 去北平的车票 好 独猎 走啊 怎么了 怎么了 陈曼清来过了 他是不是来抢舒寒了 娘 我们搬走好不好 我们全家 搬去他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地方 可是搬到哪儿去呢 上海南京都回不去 北平现在也去不了了 这可怎么办好呢 我们可以去香港啊 香港 香港 对啊 我们可以搬去香港 那里的医疗条件好 包地的身体就不用担心了 而且跟这里相隔十万八千里 他们绝对不会再找到我们了 娘 我们带着志远 带着保地去香港吧 我这就去联系我的朋友 我们去香港 再也不回来了 去香港 保地 为了舒凯 为了保地 我也认了 苏云 苏云 你没事吧 娘 你还好吗 没事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看婷婷了 是啊是啊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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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来看你了 奶奶 乖乖 来 慢点啊 睡得还好吗 素云啊 来 把这个给换上 这可是从我的旗袍里 特意选出来的一件 我花了一宿时间在旅馆里改的 那可是我跟老咕噜学的手艺啊 你还有新配的一副耳环 来 赶快去穿戴上 娘 您知道我不习惯穿旗袍的 哎呀 今天不一样 今天我们要去把舒凯给接回来 你这个当媳妇的 不应该打扮得漂亮一点吗 嗯 我 乖 来 行了 别扭了 快听娘的话去换上啊 可是 婷婷 妈妈 去换吧 听见了 你闺女都叫你去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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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婷婷啊就是乖巧 懂得奶奶的心意 哎 干嘛这么挤着腰草 北平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一定要去香港 智元 我不都已经告诉你了吗 刘医生是心脏界 非常有权威的一位医生 他好不容易去一次香港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不去 说不定就错过了 最后一次给保弟 只好逼个机会了 哎呀 不错不错 挺合适的嘛 看来我跟老咕噜这手艺 没白学呀 听听 看你妈妈漂亮吗 嗯 妈妈穿这件旗袍真漂亮 像天上的仙女一样漂亮 跟奶奶一样漂亮 呦呦呦呦呦呦 这小嘴儿真甜呐 的确很漂亮是不是 嗯 真的 来 来 就在 哎 那不是舒寒 是啊 快去 快去 舒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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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赶紧再追吧 我们的腿哪跑得过汽车呀 哎 快 快去问一下 他们去哪里了 哦 对对对 姑娘 姑娘 你别走啊 他们去哪里了 去香港了 香港 香港 嗯 他们以后应该也不会再回来了 对不起两位夫人 哎 哎 不回 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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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丽萨 走 真的不回 娘 舒寒真的走了 没事 他可能是骗人的 娘 我们去找 好吗 你别难受了 啊 啊 哎呀 车好像有点陷到你里了 你下车帮忙推一下吧 好 我去 谢谢啊 老弟想不想高叔叔啊 啊 啊 想不想高叔叔 你想干嘛 把包拿给妈妈 嗯 司机师傅 怎么样啊 怎么回事 你是谁啊 智元 你把枪放下 你 你挺好的 把这些东西全部换成金条 然后到医院找杨素云 让他告诉陈满青 拿着金条到凤凰里来找我 如果他选择报警或者不来的话 你就跟他这么说 他永远看不到他孙子了 嗯 谁是陈满青 谁是陈满青 智元 去医院住杨素云 杨素云知道陈满青 是谁 你别伤害他们 我会来救你们的 这么说 这谢佳音是诚心带着舒寒泡了 让咱们找不着是不是 我本来以为谢佳音 是个知书达理 深明大义的女孩 没想到 还是不听我的劝 还是执意要这么做 妈 我是不是永远都看不到爸了呀 挺挺挺你放心 不管爸爸去了什么地方 妈妈都会帮你把他找回来的 嗯 挺挺放心啊 爸爸会回来 杨素云 爸 舒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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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错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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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认错人 你是我的儿子 我怎么会认错呢 是他们骗你 你不是什么陈志远 你是我的舒和安 你是我的舒和安 我没事讲过这些 我要救我的家人 有个叫高丽博的 把他们给绑架了 高丽 高丽博 他不是应该在上海监狱里吗 怎么跑这儿来了 他让我把这些银票换成金条以后 到医院来找你 然后呢 让我带一个叫陈曼卿的人 到凤红岭去找他 如果不去的话 他把他们都杀了 娘 你要找的那个人 就是我 我就是陈曼卿 你就是陈曼卿 那这 你跟我到山上 去救救我的家人吧 好不好 等一下 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娘去冒险的 娘 您不能去太危险了 所以 这事到如今 我只能去冒这个险了 高丽博这个人 他不达目的 誓不罢休 再说了 他是冲我来的 谁去也没有用 如果我不去 那谁救宝帝呢 况且 我这条命 早就应该陪这秋香了 如果我真的能救得了他们 我这条命丢了也值啊 娘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心意已决 走吧 走 走吧 娘 苏玉 你好好在这里 照顾婷婷 等她是还回来 孙子 拜托你了 哎 走吧 走 唐婷婷 小心点 奶奶 小心一点 老弟 好不好玩 老弟啊 一会儿叔叔在陪你玩 等素云和曼青来了之后 一块上路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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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还是穿自己衣服来得舒服 平平 慢慢喝啊 来 顺子 我这心里啊 七上八下的 我有点不放心 苏月 要不你叫我婷婷 我去 不用不用 我婆婆 我男人 我儿子都在山上 你要是不让我去 我这心里怎么踏实的了啊 我 我是 我是这样想的 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婷婷 反正有什么事情 你就找医生好了 我去去就回来 照顾婷婷没问题 主要是你太危险了 没事 高丽博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了 没事的 但是婷婷我就拜托给你了 你放心 婷婷啊 你要听顺子书的话行吗 都走了这么远了 还有多久才能到啊 前面就是凤凰岭了 等等我 等等我 哎 疼了 哎 疼了 哎 啊 贵婷 你不是交代过你 要在医院好好照顾婷婷的吗 你来这里干什么 娘 顺子照顾这婷婷 婷婷没事 哪口李伯那么狡猾 我怎么可能放心你们俩去呢 有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面对吗 好了好了 别说这么多了 来都来了 走吧走吧 啊 啊 哎呀 흫啊 您别走这么快啊 哎 快点啊 哎呀 啊 哼 哎呀 唉呀 哎呀 没事吧 啊 没事 快点啊 哎呀 哎呀 走 坐吧 我们来了 来了啊 他们呢 你要找的人在这儿 我陈曼清来了 你看 金条也带来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干嘛呀 前面事以后再说 你说我想怎么样 你和你儿子 都置物于死地的时候 你们把我往死里打的时候 你说我要怎么样 我要你们的命 杨素云 来得正好吗 来 拿绳子 把他们俩绑起来 嗯 我告诉你杨素云 你要耍什么花招的话 啊 保定你在里边 嗯 你啊 你啊 快点啊 素云 听见没有快点 我绑就是了 你凶什么呀 素云 找她的话做 你就按她的意思 赶快把我们绑起来 娘 只好委屈您了 只好委屈您了 你发动了 你 你发动了你 等一等 我知道我们必须死 可是在我死之前 我有一件事情 必须要告诉你 说 我 我 我曾经怀过你的孩子 你骗我 你骗我 可是 我没有勇气 也没有脸面 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 她有你这样的爹 骗我呢 我没有 高丽伯 我陈万青 身为一个大家族的祖母 我会用自己的名声来开玩笑吗 秒无相信 可以问素云 当时 是她把我打的太难 是真的 我高丽伯有孩子了 我高丽伯也有孩子了 所以说 你们女人没一个可信的 这跟我娘当年认我一样 你们女人没有一个可信的 都是骗子 我高丽伯有关儿子 你把她杀了 我要你给我儿子抵命 你必须要抵命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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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你 小心 你 你的 你 草云 호� lord 公爹 舅車 公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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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你 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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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爱你 你挺好啊 相信谁也都没相信女人 宋云 女人他们没一个可信的 我妈手手就是要把我给扔掉的 你搞了没有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你好好看着 把我的孩子 有钱什么都会有的 好 陈曼清杀了我儿子 宋云 给我来 你杀了我儿子 给我来 你杀了我儿子你要偿命 来呀 有救你就开枪了 我他妈要你偿命 不要 救命啊 救命啊 軍相呆 女人 都 剩下 秋香仪 秋香 秋香 你 放了 哲音 我是 爱过你的 求生意 求生意 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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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求生意 求生意 你没事吧 求生意 求生意 你不要紧吧 素云 你没事吧 顺子 求生意 你怎么样了 求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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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寒 我的儿子 求生意 我不是你的儿子 我是舒寒 不是志源 不管你是臣志源 还是唐舒寒 都是求生意的儿子 你在说什么 庞夫人 都到了这个时候 我娘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不告诉她实话 你说 她到底是谁的儿子 说回来 家云说得没错 秋香 才是你的生身母亲 陈志源 娘 是你的亲哥哥 你是娘 从小抱养回来的 是 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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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让娘 再好好看看你 我 我是你的儿子 朱相依 你是 你是我娘 朱海 朱海 儿子 你也不要 那你 有些人 你还不不可以 一个 就像一人 该放手 就放手吧 舒河 你别怪家业 她是太爱你的哥哥 答应你啊 舒河 好 我答应你就是了 我答应你 就像你挺住啊 我答应你 满轻 我不恨你 这些日子 我想得很明白 谢谢你养育了舒寒 给他输毒 教你做人 就像 我又谢谢你 生了舒寒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舒寒 苏云 郑小姨 我在呢 娘求你们一件事 您说 你说吧 给陈家 生个儿子 让他 让他 广宗 姚族 娘 娘 娘 救香 救香 娘 救小姨 救小姨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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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轻轻滴 轻轻滴 在冰冷风里 落下来 熟悉的声音 幅想的距离 怎么会走到这里 心悄悄地 深深地 在寂寞里 空心来 爱情的重点 无尽 就像一个东西我都收拾好了 东西不多 都在那个箱子里 这就做梦 做梦 老婆孩子还在医院等我 他们都等太久了 那宝地呢 这回受了惊吓 让他好好休息吧 我一定会来看他的 书寒 你别恨我 行吗 只剩遗憾 回去再来 你别跨了 姐姐 祢 你已去吧 你不去 你跨了 你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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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香 才是你的生身母亲 陈志远 是你的亲哥哥 你是娘 从小抱养回来的 这 怎么会这样 你是我的 让娘再 好好看看你 中文字幕跟茶 订阅文字幕有机编写 我再寫了 作词 作词 吉他 词 穿写imm闹 舒翰 你恨我吗 想想 秋香跟我们家的缘分 还真不浅呢 我抱养了他的孩子 而你却在大街上救了他 收养了他 治好了他的眼睛 又让他阴差阳错地找到了佳音 佳音又抱养了你的孩子 你失去了记忆 又碰巧让他们找到你 这一切一切的巧合 唯一的解释 就是老天爷 刻意做的安排 注定我们两家人 就要这样一直纠缠下去 舒翰 娘这一辈子 做过很多后悔的事 可是唯一不后悔的 就是抱养了你 虽然你不是娘时悦怀太剩下的 可是娘对你的爱 对你的在乎 一点也不比生世母亲伤了 对不住 娘对不住你 娘一妈你的身世这么久 娘是太在意你了 娘是太在意你了 我太怕会失去你 是我没了以后 你就是娘 在这个世界上 最牵挂的人 娘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你能理解唯娘的苦心吗 秋香临终时候 说过我的话 我都记在心里 等婷婷稍微好一点 我们就回上海 也把丘香的牌位借回去 以后你跟素云 再有孩子了 就让她姓陈 而我 就代替丘香 好好地照看这些孩子 看着他们长大 也算是 我对她的弥补 对她的补偿 书涵 书涵 别哭了 娘 娘对不起你 对不起 有孩子 是的 不要 好 来 女孩 与她 爱 你 打早 惹 我 来 我 你看 这是一只只美丽的蝴蝶 它们飞累了 就飞到婷婷的身上休息 后来它们觉得 婷婷太漂亮了 就舍不得走 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蝴蝶 飞到婷婷身上来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来 你看看 画得好看吗 嗯 喜欢吗 婷婷 婷婷 来 躺下 躺下别动 大夫 大夫 大夫快救救我女儿 她流避险了 小姐 您的咖啡 妈妈 为什么爸爸不回来陪宝弟玩呢 宝弟啊 婷婷姐姐生病了 所以 爸爸要在医院陪姐姐啊 姐姐生病了 我也要去看姐姐 我们过两天去好不好 不嘛 我要见爸爸 我要见姐姐 宝弟你如果再不乖 妈妈生气了 嗯 好吧 宝弟听话 那你一定要带我去哦 嗯 唐先生 唐太太 很抱歉 婷婷 公公公公 奶奶 这一部 烤桑 轻薄 就是 是 的 有了 要别人 他 怎么办 这么严重 医生 心里准备是什么意思啊 你 你不会是说 我女儿没救了吧 医生 你别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你救我女儿好吗 不要激动 听我说啊 唐先生 唐奶奶 现在再好的药 对你们的女儿来说 都没有多大作用了 我想 现在最好的办法 还是让她快快乐乐地 度过她的余生 你能不能再把时间 浪费在医院里的 这样孩子受罪 大人花钱 最后都是枉然 还是尊重孩子的医院 让她过她 现在想过的生活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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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替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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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回来啦 见过医生了 医生怎么说呀 就是普通的流鼻血 没什么胆 那就好 那就好 这样 您先回去休息吧 那行 你们多陪陪孩子 我夜里来替换俗语 婷婷啊 奶奶先回去 爸爸妈妈陪你啊 奶奶晚一些再来看你 婷婷真乖 奶奶再见 再见 那我先回去了 妈 你怎么了 你哭过了吗 没事 妈妈昨天晚上没睡好 妈妈 你啊 你过来 你们快点 你不见你 你不见你